肺癌转移案例 头皮全部烂掉 新衣已判死刑 回家后老婆在家给我消毒 溃烂慢慢消了一大半 经朋友介绍到当地原始点 调理四十几天 溃烂完全改善 但是由于原始点细节没有做到位 平时基本不温敷 胸口痛 气喘 咳嗽 这些症状改善不大 经原始点义工介绍 于2020年11月11日 来到公式公益点调理 原始点调理前的症状 一 右胸偶尔痛 二 气喘 咳嗽 原始点调理细节分享 一 按推 每天去公益点按推一次 二 内热源 最初用50克干姜片熬煮浓浆姜汤盒 后增加到100克干姜片 三 外热源 在工益点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 白天用暖宝宝温敷 晚上睡电热它 一天基本24小时温敷 四 饮食 不吃肉 温热性速食 五 运动 每天运动2、3个小时 爬楼梯80层 六 睡眠 晚上8点睡 早上5点起床 七 心态 心情平和不急躁 在工益点调理两个星期后 身体所有症状完全消失 反思与感悟 自从来到工益点 我每天观看张医师视频 真正弄明白了原始点的原理 知道了自己生病的原因 是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 努力改变自己 认真落实好原始点的每一个细节 症状真的很快就改善了 我也收获到了身体的健康 这让我对原始点这个方法深信不已 感恩张医师大慈大悲 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工益点全体志工老师 心情付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